我们单单从大自然 从早到晚 多采多姿的变化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艺术家 许许多多 认识上帝的人 用很多的手法 无论是文学 无论是诗歌 无论是建筑 来传达上帝的利与美 艺术它其实 可以散发出很多的讯息 它也是对我们城市的 一个美化跟艺术化的提升 通常做工艺术设置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 艺术教育的活动 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要来带小孩子来读绘本 要选一个他们觉得 他们很感动 或他们喜欢的 来做一幅画 然后再邀请大家 就是社会大众大家来捐书 是 感谢神 我觉得工作就是很愉悦 我常说 大家可能周末 才能去美术馆看展览 可是我的生活 每天都在看美丽的东西 常常要去更多的看展览 更多的认识艺术家 其实我跟艺术家合作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激发他们 就是我会 给他们一些建议 做一些新的突破 当上帝给人一个恩赐 给人有专业的晋升 以及一个舞台 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善于把握这一切 而且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我会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